疫苗效果掛保證 英國研究結論 第一年就防止了兩千萬人死亡 二瓜多抗疫度下飆漲 原住民帶頭抗爭 跟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中國大使在澳洲演講 支持西藏和香港人士 當面舉大字爆抗疫 現在要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機關署剛才公布 臺灣出現了第一例 喉豆境外移入個案 他是一名二十幾歲的 本國籍男性 過去半年都在德國留學 回到臺灣之後 六月二十號出現症狀 隔天看醫生做了簡體 採驗之後 目前是確認喉豆病毒陽性 另外在新冠疫情方面 你別再說疫苗沒有用了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 最近的研究結論 指出新冠疫苗上市的第一年 就防止了將近兩千萬人喪命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號 英國高齡九十歲退休的 零售業銷售員瑪格麗特基南 施打了輝瑞BNT疫苗 開啟全球新冠疫苗施打的第一劑 之後一年的時間內全球總施打人數 超過了四十三億 倫敦帝國學院醫學院的奧利弗 華森教授所主導的研究顯示 防止了近兩千萬人喪命 研究人員是一百八十五個國家的死亡 統計數字為樣本 預估疫苗在印度防止了四百二十萬人死亡 美國則是一百九十萬人 巴西一百萬人 法國六十三萬一千人 英國五十萬七千人 但這項研究將全球總人口排名第一的中國 排除在外 理由是無法精確掌控疫情 對那裡死亡人數與龐大人口的影響 這份發表在醫學期刊 赤鴿針傳染病的大規模研究報告指出 兩千萬免於少命的人當中 有一千兩百二十萬人屬於高收入國家 反應全球疫苗分配不均的情況 死亡人數最多的是非洲與東地中海地區 如果世界衛生組織WHO二零二一年底要讓各國百分之四十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得以實現 有六十萬人的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德國生技公司BNT在非洲東部國家盧安達三萬平方公尺廣的土地 設立的疫苗生產廠二十三號破頭動工 預計十八個月後就可以完工營運 這是非洲第一座生產mRNA疫苗的工廠 也將進行其他藥物的大量生產 對小米非洲大陸醫療不平等的問題 將有不小的注意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中國停止進口臺灣石斑魚 日本養殖業者在第一時間就表達願意推廣 也派出代表前往屏東的養殖廠 表達希望能夠儘快進口第一批 對日本市場比較有利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會長給我們一個指示 與日本最大養殖業者林盛平視訊通話 中國禁止臺灣石斑魚進口 屏東產量佔全國五成 縣長潘孟安積極推外銷 日本就率先表態力挺民主的魚 林盛平跟派代表走訪屏東養殖跟加工廠 表達希望能夠儘快進口二到三噸的第一批石斑魚到日本測試市場反應 石斑魚有望寄風離之後 在日本打開銷售市場 臺灣貿易中心東京事務所所長陳英賢表示 已經有兩家日本業者有興趣 近期內渴望舉行線上洽談 臺灣業者表示近期確實有接到日本廠商來詢問石斑魚的冷凍魚片 由於活魚出口受限距離 臺灣水產的冷凍技術良好 其他國家接受度會比較高 而正在臺灣的立陶宛農業部訪團 也特別品嘗了石斑魚感到相當的美味 也評估急速冷凍的石斑魚會在當地具有一定的商機 立陶宛對臺灣農產有信心 由於立陶宛跟臺灣都面臨中國經濟威脅 使得出口受阻 立陶宛農業部次長認為 此時加強對臺灣的貿易 跟民主國家市場的關係 一起共同對抗威權國家的挑戰 阿富汗發生大地震 塔利班政府向國際社會求助 各國紛紛伸出援手 臺灣也捐出了一百萬美元救濟災民 在已成廢墟的家園旁打起臨時帳篷 搶陣中倖存的薄墨區人民得設法活下去 小朋友吃著冷掉的便當 大人們到殘磚碎瓦中翻出棉被等堪用家當 面對親人非死即傷 八十歲老夫人說不知如何面對 泥磚房無法挺過強陣搖晃 阿富汗官方統計 截至二三號至少三千棟房屋毀損 受傷一千五百人 死亡則攀升至千人 包括許多兒童 受災最嚴重的帕克蒂卡省 不少村莊死傷慘重 阿卡巴村甚至得找其他地方的人手幫忙挖掘墓地 此次受災村莊地處偏遠 通訊不便 對外交通也只有顛破的泥土路 到最近的大城市要開車三小時 阿富汗洪新月會緊急從首都克布爾 運送三十噸食物進入災區 另外毛坦醫療物資也不能少 鄰國巴基斯坦也及時雪中送炭 透過非政府組織找來大型卡車 陸續將帳篷棉被乾豆等食物裝載上車 伊朗 德國也伸出援手 而聯合國難民署二三號先送達四千人份的生活 與醫療物資 受限交通 不少物資則透過直升機運抵 臺灣決定捐贈一百萬美元震災 另外評估交通困難與災情性質 我國占卜派遣搜救隊 先以救濟災民為主 記者們陳昌悲綜合報導 物價飆漲在全球引爆抗疫風潮 南美國家厄瓜多 由原住民帶頭的抗爭行動進入第十二天 成千上萬的民眾涌向首都 跟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還有人企圖闖進國會 大批抗疫群眾和警方對峙 現場炮聲隆隆 厄瓜多首都基多 這幾天有路上萬抗疫人潮 他們設置路障 焚燒警車打砸商家 警方則以催淚瓦斯和強烈水柱伺候 雙方你來我往 整個市區煙瀟四起宛如戰場 網路上還流傳一名男子 疑似遭警方以催淚瓦斯罐擊中頭部 倒地身亡的影片 更增添民眾的憤怒 本身是石油生產國的厄瓜多 自疫情爆發以來 飽受通膨惡化 事業攀升和貧困加劇的衝擊 目前柴油價格幾乎翻倍 民眾抱怨連連 許多人加入由原住民發起的全國抗爭 抗疫群眾要求政府調降油價 控制糧食價格 提供工作機會 並提高健康照顧和教育福利 但政府因為無力負擔每年多出十億美金的支出 已經排除調降油價的可能性 眼看抗爭越演越烈 厄瓜多當局 對全國二十四省中的六省實施緊急狀態 並投意群眾可以在極多的原民機構和平集會 不過主導抗爭的原民團體堅持 政府必須先解除六省的緊急狀態 否則不會坐下來談判 雙方目前無法達成共識 抗爭也持續擴大 部分民眾週四試圖闖入國會 再度與警方爆發衝突 總計自十三號抗爭爆發以來 已經有三名抗疫人士在混亂中喪命 上百人被捕 而動亂也再度傷害厄瓜多經濟 估計每天造成五千萬美金的損失 郭市新聞這會民畢畢 金磚五國領導人星期四舉辦視訊高峰會 習近平和蒲廷的發言引發國際關切 所謂的金磚這五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了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和南非 這五個國家的面積佔了全球大約百分之二十六 人口佔比更高達百分之四十二 最新的經濟總量將近全球四分之一 在俄歐戰爭爆發之前專家曾經預測金磚國家未來經濟 還會快速成長 俄羅斯總統不停這次 在發言當中把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 歸咎於部分國家自私 把自己的政策錯誤 轉嫁到全世界 而習近平的致詞 也暗批美國搞小圈子 他呼籲金磚國家敞開大門 引入新成員 提升金磚國家的影響力 金磚五國領導人二十三號以視訊 進行第十四次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據此表示 金磚國家作為重要新興市場 與發展中大國 要發出公平正義的聲音 推動國際社會践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摒棄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 反對單邊制裁濫用制裁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家庭 超越霸權主義的小圈子 金磚國家包括中俄 印度 巴西 南非 中國是今年主席國 俄羅斯自從二月二十四號出兵攻打烏克蘭 遭到歐美祭出空前制裁 俄國總統普廷被迫尋找新市場 與加強和非洲亞洲國家的關係 普廷發言強調 全球經濟之所以發展出這場危機 歸咎於部分國家考量不周的自私行動 相較於俄羅斯和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批評 南非總統拉馬佛沙的談話 焦點放 在解決國內貧困 疫苗取得 以及跨國貿易投資等問題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則表示 對於金磚五國進一步經濟一體化 抱持開放態度 印度總理莫迪 則必談敏感話題 著重在論壇本身 希望金磚五國能激發新創企業間的交流 公視新聞鄭偉人專鋼編譯 我們看到習近平向各個新興經濟體招手 邀請加入金磚國家 這對各國有多大的影響力呢 是不是能夠達到抗衡美國的效果 現在就請資深媒體人嚴濟宇 來為大家分析 濟宇 我想之前傳出阿根廷 沙烏利阿拉伯 都有意加入 那其他像埃及 印尼 哈薩克 阿聯 奈及利亞 塞內加爾 泰國 都曾經被點名 不過問題再來 比如說 金磚國家這樣一個機制 可以說是為中國量身打造 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版的G7 起國主持 但與G7相比呢 金磚國家各成員國的意識形態 還有厲害關係 非常分歧 兩個大國 中國跟印度 這幾年為了邊界紛爭 幾乎搞到要開戰 那巴西的 現在極右派總統 波索納羅 他一個外號叫 叫做熱帶川普 他先前反中色彩非常鮮明 所以這是一個看起來漂漂亮 像金磚一樣的一個機制 但其實呢 它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分歧 這對機制擴大其實不利 那再來金磚國家機制 雖然有新開發銀行 它有一定的融資的力量 但中國本身就有一帶一路 那還有亞投行這樣的機制 這也降低了金磚國家 它的獨特性跟吸引力 那再來就是說 金磚國家這機制 如果要有吸引力 那吸引力就必須 也必須來自中國 但中國在俄武戰爭 還有新冠疫情的後遺症 病發症之下 它本身今年的經濟成長 有可能會大幅放緩 所以它本身經濟成長 動能不足 市場對原物料的為納 還有對外融資的能力 都受到影響的情況之下 那對其他的新興世界 新興市場經濟體 可能吸引力都會 都會有所降低 那當然中國要展現 這個第三世界 全球南方盟主的事態 也引發了美歐的 美歐的 這樣的一個警覺心 這個對新興市場 也算是一個利多 各個集團必須競爭 他們的影響力 那美歐等國 他必須提供更大的經濟誘因 拜登前任在東京 宣布的IPAD 印太經濟架構 其實就是一個相當好的 相當好的例子 好 非常謝謝季語的即時快評 雖然中國的經濟實力快速崛起 但是他在人權方面的紀錄 是一直受到國際社會批評 中國駐澳洲大使孝謙 今天在雪梨科技大學演講時 突然有支持這個西藏和香港的民眾 就拿出大字報來抗議 孝謙是全程保持沉默 但是氣氛尷尬 早上演講台 中國駐澳洲大使孝謙拿出演講稿 正準備進行演說時 突然遇到臺下聽眾拿出自製的大字報鬧場 鬧場的兩位聽眾不斷針對新疆西藏 跟香港議題進行指控 表示孝謙代表著獨裁政權 批評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 進行種族滅絕 而中國大使孝謙則是從頭看著鬧事者 沒有說話 最後鬧事者在其他聽眾 跟保安的驅趕下離開會場 大字報還遭到撕毀 然而在鬧事者離開之後 一名聽眾也無法接受這情況 跟著離場 在鬧事者離去之後 孝謙恢復正常演講 表示歡迎交換意見 但需要尋求適當管道 這是孝謙今年1月就任以來 第一次在公開場合 針對中澳關係發表演講 孝謙提到中澳友好合作關係 在過去50年很成功 雙方關係在本質上是互利 但最近幾年雙方的關係出現僵局 而外媒破模式認為 孝謙期盼藉著演講 來修復中澳貿易夥伴關係 關於新聞陳頌比 提到了香港在實施國安法之後 不少人移居到台灣 包括視覺藝術家黃國才 美聯社最近報導他的故事 他說什麼都比不上自由可貴 在各展中向來訪民眾 熱情講解抗爭藝術作品 他是香港視覺藝術家黃國才 過去他常把這些作品帶到香港抗爭街頭 透過藝術表達意見 以不同形式爭取民主自由 但這一切在中共為香港套上緊箍咒 實施港版國安法後都已無法實現 去年他決定落腳台灣 除了辦各展與台灣民眾分享理念 到年六四的國殤之助也在台灣復活 談起台灣與香港最大的不同 他認為那就是台灣擁有寶貴的自由 黃國才說來台灣之前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他天天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或朋友被公安抓走 而台灣雖然很安全很自由 但流亡的滋味一開始並不好受 統計顯示去年約有1.1萬港人取得台灣居留權 但由於政府擔心中共進行滲透 近來相關的審批作業日趨審 有些來台港人後來決定移民英國或加拿大 儘管如此黃國才在台灣已經找到繼續創作的動力 公視新聞在惠民別夜 歐盟昨天正式接受烏克蘭成為候選國 但是巴爾幹地區六個國家卻表示失望 因為他們早就是候選國的身份 等待多年都還無法加入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報喜 該國正式獲得歐盟領袖支持成為候選國 只要獲得了選舉 這是勝負 等待了120天和30年 在23號與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歐盟峰會之前 各界就預料到將會有這個結果 不過目前處於戰爭中的烏克蘭人看法不一 歐盟一場快速團結地讓烏克蘭踏上加入歐盟的路 讓這個陷入困境的國家得以進一步擺脫俄羅斯的影響 跟西方更緊密結合在一起 緊鄰烏克蘭西南方的東歐小國摩爾多瓦也被接受成為候選國 該國在俄烏戰式開打後沒多久 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關閉領空 就怕被波及 3月初向歐盟提出加入申請 然而當天已經擁有候選資格多年的巴爾幹六個國家 阿爾巴尼亞 波士尼亞 科索沃 蒙特內哥羅 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在抵達布魯塞爾時並表示 烏克蘭人對獲得候選國地位別高興太早 因為入歐整個程序要花很長的時間 加入歐盟必須改革 政府必須穩定 民主尊重人權 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做到符合歐盟各領域 包括政治經濟司法等的規範要求 而知通常需要數年以上的時間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美國參議院今天通過兩黨合作的槍支安全法案 將送到眾議院審議 而十年前曾經被槍手擊中腦部的前議員吉佛茲 也特別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呈現自己當時是如何逃出鬼門關 民主黨籍前亞利桑那州聯邦眾議員 蓋比吉佛茲 2011年在一場戶外活動遭遇槍手掃射事件 當時造成六人死亡 十多人受傷 吉佛茲的左腦被子彈貫穿 預言能力受重創 兩年前他跟夫婿也就是前太空人 與現任聯邦參議員馬克凱利 接受到眼跟拍 並且提供這些年來艱苦復健的畫面 推出紀錄片 讓外界一窺槍支暴力的可怕 檢視精神病史的槍手 如何能買到半自動槍械 證明槍支控管的必要性 美國參議院在二十三號晚間 通過了溫和版的槍支安全法案 是三十年來第一項重大槍支管制立法 但當天稍早 最高法院也以六比三 推翻了紐約州的西槍限制 擴大公共場合攜帶槍支 自我防衛的權力 在全美引發激烈討論 公日新聞是會東邊 以上日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一再會 我們下週一再會